暑假期间很多人去日本的北海道玩 不过我们今天带您到一个北海道相对知名度比较不高的地方 叫做托妈木 如果你没听过 倒是有一些建筑迷都知道 这里有一个水之教堂 它是安藤宗雄的作品 强调的是建筑跟自然融为一体 24年来它已经可以每年都吸引400多对新人 来这个地方结婚圆梦 继续是我们的主播刘寒朱 带你遇见浪漫 圣洁的氛围中 新郎新娘走向正前方 从水中矗立的十字架 象征感情坚定不渝 你们可以自己自身互相损吗 是的 我相信 刚硬冷掉的建筑 绿树环抱 冲鸣鸟叫 大片落地玻璃窗 框架也是十字架 把水池的宁静意向引井入室 创造宛如仙境般的景致 这里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宗雄 在1988年打造的水之教堂 成为新人结红的梦幻圣地 水雞教堂如此与世隔绝的景致 因为它确实藏在青山里的云深不知处 位于北海道中部 石胜山脉附近的桃妈木小镇 距离新千岁机场 还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没有商业区的繁忙 也没有工业区的污染 人为开发少 让桃妈木维持宁静淳朴 所以安藤忠雄24年前 在当地的度假村 打造了水之教堂 以不破坏大自然景观为前提 成了桃妈木这小镇中 文明全日本的地标 自然和共生的概念 正是因为浪漫无价 每年有450对新人在这边完成终身大事 来自台湾的就有四五十对 要在水之教堂完成梦想中的海外婚礼 请到牧师 书画 婚纱摄影 三小时的租用费 起码要价16万9千元台币 因为水之教堂加持 创造了独有的婚礼商机 也带动桃妈木的观光人潮 影视娱乐产业也向重这边取景 更加鱼帮水 水帮鱼 台湾合作的全爱偶像剧 冬天在水之教堂取景开拍 天寒地冻的漫天飞雪 让画面更加唯美 台湾情歌天后梁静茹 则是选在秋天来拍摄MV 落音缤纷的风红 伴随情歌的忧伤旋律 占领人心 夜里的水之教堂 更加与世隔绝 灯光投射在树影上 室内则在点点烛光的闪烁之下 又是无与伦比的浪漫 看来安藤忠雄 二十四年前的眷勇设计 大师功力经得起时代考验 从白天到黑夜 水之教堂有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 但唯一相同的是 大自然 安定 宁静的力量 而这也是北海道 所要贩卖的幸福文化 以上是中天新闻记者 刘罕渠王群赫 在北海道的采访报告